先問這題 他問建通和建通的直層板 就是這兩個 就是148 vs.1888 他說哪一種比較受惠行業前景 有沒有機會成為股王呢? 但他的名字就叫做Hamster 就是一隻鼠 你怎樣比較這兩隻股份呢? 因為建通昨天也出了一個營起 兩隻其實也出了 盈利表現就這樣看下去 比這些行業的預測是高 算是不錯的營起 真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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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近期也有很多 所謂出營起公司 其實是假的 要留意本身這些公司 就做一些PCB 或者一些所謂的複銅面板 複銅面板 這類型的物料 其實去年的價格就升得很厲害 因為本身的需求也在 其次就說供應方面 又不是那麼足夠 另外也要留意本身 因為這些公司的現金流是很強的 而且也有一些比較充足的淨現金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衝勁他們派息的 一來他們本身 即常規的派息息率都已經不是低了 即是如果你拿一隻148來計算 那那個優勁都差不多六厘多 甚至乎有機會突如其內派一些特別息 即經常這些股都會派特別息 分分鐘的優勁你計算是特別息 去到九厘十厘都有 所以這些股就在一些相對 收息角度來說是挺好的公司 但是要留意的 因為始終PCB或者複銅面板的價格 就可以很反覆 那你問我中長線 是不是這些股可以無限地上升 不斷地增長下去 就比較難一些 所以這些股是炒週期的 你問我這一陣子炒業績 炒週期是好轉回 其實就可以跟一段 可能148這樣 今天都看到它初步有些突破 上網我就可以看回 大概43至44元左右 這兩盒不錯 不算有兩分補充的 Egypt